今年是228满70周年 在这场事件当中 因为台湾拥有武装民军二戚部队 让台中在乱世中得以保全 为了纪念当时部队的精神 新文化协会新建了纪念碑 这一天在东区赶城公园就举办了戒备仪式 市长林佳龙也出席活动 见证台湾人勇敢抵抗的历史印记 是逢228事件70周年 在众多的历史悲痛中 台中因为有一支27部队的出现 率领学生兵对抗政府部队 让台中市在当年的乱世之中得到了保全 为此新文化协会不但拍摄纪录片 也兴建了纪念碑 这天在东区赶城公园举行戒备仪式 那么在70周年前的今天3月4号 在赶城这个火车站的附近来成立 这一些由青年学生所组织的 这一个27部队 当时所作所为 那都是为了捍卫 这一个我们台中人的生命安全 历史一年筹划 27部队纪念碑 不但见证过去历史 也希望能告别过往228事件的悲情 而市长林佳龙也表示 感谢新文化协会募集民间资源 让市民得以感谢前辈的牺牲奋斗 我们专营的正业 现在开始来提醒 所以我现在在这部队里面 代表就都在这部队的精神 和专行的正义里面 在这部队里面 他们才会看到 这部队里面 能像母亲的手来给他们台湾 街杯典礼在众人见证下举行 多位地方明代也到场参与 现场气氛隆重 师傅表示 希望透过纪念碑 让后代子孙能更加了解历史 并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人权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